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是想不到 欢迎大家 诶 不知道我们同学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京剧海港 里边的戏呢是这样唱的 打吊车 真厉害 乘顿的钢铁 他情形一抓就起来 爆掉了 我虽然唱的不好 但是这个海港里边的歌词呢描绘的正是我国中国海港一片繁荣和神奇的景象 那这最神奇的就是这个大吊车啊 虽然很细 但是还轻轻一抓就可以把成敦的钢铁抓起来 那么我们同学们有没有好奇过 我们的大吊车啊 他们是如何把这成敦重的货物抬起来的呢 他们的力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中奖嘉宾陈征老师来告诉我们答案吧 画神阿基米德 陈征博士告诉你一个支点如何撬动地球 大家好 我叫陈征 今天呢就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探究一下 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用我们日常最常见的一个东西 叫做水 来实现四两波千斤 我们可以用几个指头的力量 通过水来举起一个人 你们相信吗 等我们的故事讲完 我会用实验让大家看到这个现象 那我们就一起来讲今天的故事 如何用水实现四两波千斤 在三百多年前 有一位法国的科学家 他叫帕斯卡 他注意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帕斯卡呢看到了一辆水龙 什么叫水龙呢 你们看过消防栓吧 那个管子就叫做水龙 帕斯卡他在看水龙车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水龙在没有水的时候 它是扁的 那么当有水流过的时候 水龙会怎么样 它会变成圆的对不对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水流是沿着管子的方向流的 那为什么管子会圆起来呢 管子被称圆 一定是有横着的力把它张开了 对不对 帕斯卡呢注意到这个现象以后 他就做了研究 他呢用一个球 在这个球上打了很多个孔 然后呢在这里边灌上水 当给这个球施加压力的时候 他会发现 这个球的所有的孔都在向外喷水 那么我们这儿呢 就有一个简易版的帕斯卡的球 这儿有一个水瓶子 这个水瓶子上呢 我也打了一些孔 我先把它竖起来 它会喷 是不是 然后我转向不同的方向 它是不是水流都会流出来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水里边是有压力的 对不对 那么帕斯卡呢就研究了这个现象 他发现水里面各个方向都有压力 而且这个压力是可以传导的 比如说我在这边推了水一下 然后水会把我推的这个力量呢 传递到各个方向上去 那么下面我们就用一组小实验 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现象 好的 我们请到了两位同学 我发现我们的小妹妹 你几年级 还没上一年级 还没上一年级是吧 我们给她搬一个小凳子 我们这个小姑娘呢 站在凳子上以后 这个画面好像和谐多了 和谐多了 是吧 好 我们下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我们要让我身边的这位小姑娘 和这个比我还高的小伙子呢 来比比力气 啊 老师你您再看看下面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小妹妹怎么可能 会比得过这个壮汉呢 你们觉得谁会赢 你们觉得谁会赢啊 小妹妹 小妹妹 那么我们的这个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的还没有上学的小妹妹 对战我们已经上了初三的 体重应该比我还重很多的状态 我们的小哥哥啊 到底是谁能赢呢 小妹妹 你有心心赢得本次比赛的胜利吗 有 哇 这有一根管子 管子的两端呢 接了两个注射器 这个管子里边有水 现在呢 我们就请两位 你们每个人拿着注射器的一端 然后呢 把水推到另一端去 谁能把水推过去 谁获胜 好吧 来 好第一回合 三 二 一 开始 哇 哇势均力敌啊 哇哇哇 我们小妹妹力气很大 小妹妹力气真的很大 再使点劲小伙子 五 四 三 二 一 好我们可以看 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位小哥哥的这个推的水更多一点 他这水里 这管理的水更少一点 所以说 他赢了第一局 对这第一轮 好像就是没有出太大意外的 那我们再来进行第二轮的比赛 好吧我们换这一对注射器 第二轮 三 二 一 开始 使劲 使劲 有什么想说的 倒戀 对吗 那不能输啊 使劲 作为男人的尊严不能输 过 五 四 三 二 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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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妹赢了是不是 他好虚啊 一比一打平啊 最后一次机会 小伙子 有信心没有 有 小妹妹你有信心没有 有 小妹妹你有信心没有 好 好 这回呢 你的个头大 给你一个更大的注射器 然后小妹妹呢 双尾拿一个小注射器 好 决定的到底是我们的 小哥哥能赢 还是我们这位女讹渣能赢啊 来啊 三 二 一 开始 使劲 哇 三 二 一 结束 哇 我们的小妹妹很轻松的 就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好像比前两年更要轻松 我发现 我们来看 这个小妹妹拿的这一端呢 始终是一样的管子 这都是五毫升的注射器 而我们的小哥哥 他拿的这第一轮呢 是五毫升的注射器 他赢得了比赛 对吧 第二轮呢 他换成了十毫升的注射器 而第三轮呢 他换成了五十毫升的注射器 这个过程中 什么变了 管子的粗细 管子的粗细变了 对不对 对 那我们谢谢两位 为什么会是这样 在刚才的比拼当中 大家已经发现了 液体在传递压力的时候啊 和什么有关呢 和管子的粗细有关 对不对 早在三百多年前 帕斯卡就发现了这个特点 液体在传递压力的时候 它传递的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压强 压强是什么呢 压强是单位面积上的压力 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压强等于压力除以面积 那么当面积越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力就会变得越大 那利用这个原理 我们就可以来放大我们的力量 帕斯卡把这个规律 总结成了帕斯卡定律 我手里的这个注射器 最早就是由帕斯卡发明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用 帕斯卡发明的注射器 来给大家制作一个 把小粒变成大粒的 四两泊千斤的装置 小朋友们 大家看 在台上 我现在放上了一个装置 它呢 是用我们平常很常见的注射器 制作了一个千斤顶 我们用一个小的注射器 把水从这个水瓶子里边抽出来 然后呢 把它打到这个大的注射器里去 这个大的注射器的面积呢 是我们这个小注射器面积的35倍 也就是说 它可以把我手上施加给注射器活塞的 这个力量呢 放大35倍 就用这样一个装置 我们就可以用几个手指 举起一个人 老师 我觉得您这个说的虽然是有理有据的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实验不可能成功的 你不相信是吗 不相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亲身来尝试一下怎么样 OK 那我就亲身来挑战一下 我们请上两位小朋友 我们就让小朋友用几根手指 就把王震抬起来好吗 这更不可能啊 我给你们两个人一人一个注射器 拿着 你们要做的事呢 就是把这个注射器 把水抽满 再推回去 再抽满 再推回去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两位小朋友 就用几根手指和手里的注射器 能不能把王震抬起来 那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 3 2 1 开始 王震什么感觉 我有一种在慢慢往上 往上顶的感觉 大家来看这个大注射器 这个活塞是不是在缓缓上升 王震哥哥已经被抬起了 有5公分高了 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这两位小朋友 其实已经让注射器来回 走了好几次了 但是这个大注射器呢 其实只升高了一点点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两个觉得费力吗 一点都不费力 其实没有太大感觉 被抬起来了 所以说 怎样能让我明显地感觉到 我真的被抬起来了呢老师 我们把它放下来好不好 我们只需要打开这个放水阀 让注射器里的水排出来 王震哥哥呢 就会快速地落回原位 我们来看一下 好吗 我要开水咯 3 2 1 打开 你已经安全着陆了 可以下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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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姐太神奇了 刚才我们用一个实验 向大家证明了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注射器和水 来实现四两拨千斤 它所利用的原理就是帕斯卡定律 帕斯卡定律 它可以把力从小变大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个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活塞 要反复运动多次 在这个过程中 能量始终是守恒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请大家记住 帕斯卡定律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陈正老师的进展演讲 原来的意识中呢 水一直 其实都是一个很柔弱的东西 我觉得 但是我发现 通过一定的科学道理的话 水也可以变成很有力量的物品 而且这个科学原理 就是我们的奥斯卡定律 奥斯卡 奥斯卡定律 我们今天不是颁奖礼 不是奥斯卡吗 是帕斯卡 帕斯卡定律 朋友们记住了吗 是什么定律 帕斯卡定律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我们同学们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什么科学难题的话 欢迎大家 关注我们的 真是想不到的官方微博 并且 在我们 我们会第一时间 为你们答疑解惑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真是想不到 一 液体传递的压力叫做压强 等压强不变时 只需增大受力面积 就可以放大压力 真是想不到 二 通过小注射器推动大重量的时候 虽然力被放大了 但是形成次数也增多了 能量始终是守恒的 准备 5 5 15 16 15 18